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米家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两年前大约是2022年7月那时 曾经出过一条说两句的片 是说第一次中英战争 亦是大家口中所说的鸦片战争的前因 这两年来 我知道很多人都敲碗要我出去 但碍于事亡 在这两年内都没时间做 所以要在这里先和九等的角位说一声不好意思 不过这样 片债这些东西从来都是有拖无欠的 所以这次我先来还这个片债 而今集就要接着上一集的内容继续讲下去 如果大家忘记了我上一集讲过什么 都欢迎大家看上一集 再回来看这一集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开始了 上回最后讲到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贸易问题 英国对清廷有着很庞大的贸易逆差 但当时英国就用了一样东西来扭转这个贸易逆差 没错 这个就是接着下来的主角鸦片了 不过在接着讲历史之前 不如先和大家了解一下 究竟鸦片是什么 鸦片 俗称鸦片 大烟 柯芙蓉 福寿膏 是一种天然麻醉抑制制 以学上可以用作麻醉星真通药或者止射药 但是因为很容易会上瘾 所以渐渐变成了历史上一种广泛流传的毒品 它的制法就是从未成熟的鸦宿果里提取羽状液体 然后等它变干燥之后 这些液体就会凝固成淡黄色或者啡色的固体 这样就会变成鸦片 而根据最早的记载 提煉鸦片的鸦宿 就在公元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 即是大概是唐代的时候 已经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入中国 当时鸦片主要都是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 而在没多久之后 四川亦都开始有人种植蚊宿 而去到宋代的时候 很多文人雅士都会用蚊宿来煎茶 例如北宋大文豪苏悉 曾经写过一首叫做 《龟儿庆留提竹西子三首》的诗 首两句就是 道人劝饮鸡酥水和只能煎蚊宿汤 其中的蚊宿就是蚊宿了 而去到明代 鸦片已经成为了范宿 情上的供品作为中药之用 明代李时珍的著作《本草宿》里面 也有着鸦宿的记载 可见在明代的时候 鸦宿已经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物品 甚至有史家认为 三十年不上朝的命神中 万历皇帝朱易军 是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同一时期 在台湾有人开始 将鸦片和烟草混合一起吸食 这种风气在几十年之后 就传到沿岸的福建和广东 而他们也改进了吸食鸦片的方法 就像吃烟一样 用火烧鸦片 然后就用一支竹馆来吸 漸漸地 吸食鸦片迅速成为 富裕阶层的一种时尚行径 没多久 甚至连窮人都开始有这个习惯 道德风化的考虑 所以他就在1729年颁布禁令 宣布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 及后在他的孙家庆皇帝 坐位期间 家庆皇帝也在1796年到立令 取代进口和国内种植鸦片 而之后多位皇帝也有过不少禁鸦片煙的命令 不过都没真的很严格的执行 而就像家庆的儿子杜光皇帝一样 军王、军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 都是会吸食鸦片的 因此去到清朝中业时期 鸿叔种植就已经遍布全国 而同一时期 虽然清政府说禁煙 但葡萄牙人仍然从西印度 用鸦片来清帝国买 而那些来自西印度的鸦片 就叫做白皮土 在1729年雍正说禁煙时 每年入口给清帝国的鸦片大约有200箱 但在不够40年之后的1767年的时候 就已经上升到1000箱 顺带一提 当时葡萄牙人用来做鸦片贸易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澳门 澳门内港的阿邦迪前地 就是当时主要用来做进口鸦片的浮头 而基本上当时澳门最大的经济支柱 就是来自鸦片税 见到葡国佬赚那么多钱 作为当时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 当然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 这个时期的英国人为了收集和清帝国的贸易逆差 可以说已经去到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为了打开这个市场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在东印度得到了种植鸦片的垄断权 他们向印度农民提供款项 种植一些比葡国佬的白皮土質素更好的公斑土 因此在1773年的时候 英国人取代了葡萄牙人 成为了鸦片贸易的领头羊 不过由于卖鸦片在清帝国来说是犯法的 而东印度公司也不想因为卖鸦片 而失去了他们对茶叶的垄断经营 所以他们就将鸦片的销售权 给持有东印度公司 办法航运经营执照的港脚船去做 而且他们也在公司航运指令里 写明禁止贩运鸦片的声明 换言之 东印度公司就是可以在生产大量鸦片 卖到清帝国的同时 又可以对清帝国的友子说 自己和鸦片贸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 引来几乎所有在华贸易的外国商人 1800至1820年间 清帝国平均每年鸦片输入量是4500箱 而在1820至1830年间 就已经超过了1万箱 例如我们香港人十分熟悉的仪和洋行 就是当时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 在1829至1830年间 他们在清帝国卖了足足5000箱鸦片 大约是当时输入清帝国的鸦片总量的三分一 而去到19世纪30年代 鸦片的输入量又再激增 去到1838至1839年间 就接近顶峰 鸦片的输入量剧增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都是因为清帝国 对于这种毒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本身一开始是商楼社会贵族 富家子弟才会吃的鸦片 去到19世纪初就已经平民化了 无论是政府官邻、商人、问人、妇女、奴役、士兵 去到争女、尼姑和道士 通通都成为了英文 当时广东和福建两省的烟馆 开到好像以往难贵方的酒吧 而英文为了得到鸦片也不惜一切代价 例如一个姑娘 她一日赚的钱大概是一千至两千左右 一千即是十分两 如果她是英文的话 她每日要使一半的收入在鸦片上面 而根据估计 当时清帝国的英文 大约是二百万至一千万人之间 每年清帝国人民花费在鸦片上面的银两 在1823年至1831年间 大约为1700至1800万两 1831至1834年间 就已经去到二千万两 去到1834至1838年间 就已经去到三千万两 可见白银迅速外来的情况 是越来越严重 而这样也带来了很多经济问题 因为当国民将大多数的钱 洗在鸦片上面 那代表他们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就会停滞 此消比仗之下 整个消费市场就会向鸦片市场倾斜 而其他市场普遍就会陷入萎缩的情况 不过 即使鸦片贸易对清帝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但清帝国体制内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的清廷 既无一套完善的海关系统 亦无一对专责负责做緝司的海关瑞斯 更加不用说的是本身緝司的官员 已经和走私者有不少来往 官员腐败的情况 亦都大大影响了清廷压制鸦片贸易的力度 清廷压制不力 再加上英国人不断推动鸦片贸易 令到英国人可以单靠买鸦片 已经扭转了对清帝国的贸易极差 例如在136年 英国人在清帝国买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业和生司 但卖了1,800万元的鸦片给清帝国 从这里可以看到 鸦片成为英国克服清英贸易易差的邻丹妙弱 清帝国的贸易事务就有所不同 不过在1834年就发生了一件事 直接令到英国政府 没办法不直接跟清帝国打交道 而这件事的起因 即是来自他们的国会 是1813年的一个决定 1813年 东印度公司按照程序 就是续牌 做他们的贸易特举狀 这张特举狀本身定定了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上的垄断特权 不过 由于贸易自由的概念在当时十分盛行 而很多商人都要求政府要放手 用自由放任的方式 处理亚洲贸易的事务 所以在1813年的英国国会 就通过了一条叫Chartech Act的特举狀法令 虽然这个法令是帮东印度公司逐一排 但就明确地写明了 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特权 除了茶业贸易之外全部取消 及到20年之后 国会甚至还直接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 将它变成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 用来管理印度 也将东印度公司的领土 纳入英国的版图之内 所以去到1834年的4月22日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正式结束 而当时英国人周英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笨的要求 委任一个驻华商务总监督来处理英国人在广州做物的事务 所以英国政府就派了苏格兰贵族律劳被分爵 来做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 而取行的也有被任命为贸易专员秘书的义律 从英政府对华設立驻华商务总监督开始 清廷和英国的关系 就从非官方关系变成官方关系 贸易虽然都是他们最核心的讨论 但当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往 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有些事就不只是说利益那么简单 涉及国家尊严和威信的议题 就会凌鸽在贸易关系上 不过当然以当时的清廷来说 他们的脑海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外交意识 他们当时脑海里面的对外政策 就只是建基于三个长时期以来的家商作为依据 第一就是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天朝大国 在战争里面一定会占优 第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善于令到外来民族开发 第三就是他们有足够多的贵重物品 可以令到外来民族的人接受立共地位 这三个想法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 都还可以说是合适的 但去到西方已经发展出工业时代开始 这三个假定可以说是超级过气 所以基于这个认知 清廷当然就不会理解到这些变化 会带来什么新状况 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准备 去应付这个新形势 作为第一次来到清帝国的律道碑 他没有事先了解过什么不成文规定 所以他在来到清国之后 他首先到了澳门 然后在未等到清廷批准的情况下 他就自己走去广州 而这亦用了攻咸形式 写信给时任两广总督盧坤 但按照关例 他是需要通过行商 用品贴的格式 才可以向总督致行 当然盧坤一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当然是他收了律努碑封信 甚至还直接命令他要立即离开广州 不过律努碑不觉得自己这样做了什么问题 而在鸦片厌相渣蝶等人的支持下 律努碑就无视了盧坤的命令 继续留在广州 律努碑认为 清廷这样的行为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 所以他就写信给时任英国外母大臣巴默尊 建议在有必要时出兵打七清国 而他也派人广帖街招 指出清廷一旦和英国停止贸易 最终受害的都只为清国人民 盧坤一听到之后 当然是兴过火使 所以在一个星期之后的9月2日 就下令全面终止和英国的贸易 而在两天之后 也都严禁清国人民 向英国人提供任何供给 也派兵包围英国商管 并指明如果律努碑一走 贸易就会恢复正常 不过当时律努碑就直接叫二律 带了两艘船去府门 向清廷示威 最初沿岸的炮台和附近的清廷水尸 就发空炮示警 但见英国舰艇没理他们 他们就向英国舰艇发射杀炮 有见及此 英国人当然会还拖 所以在当时的府门 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炮战 而这场炮战 也都成为了近代历史上 中原政权第一次和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 而在没多久之后 英国舰艇也都顺利到达了黄埔 当时努碑大为紧张 立即派了12艘大船顶住 也都在各地调动多28艘艇来广州 战事可以说是一触即法 律努碑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棋 基本上可以说是渣瘾推动出来 对于渣瘾来说 英国政府打擦清廷 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渣瘾本身走鸦片就是犯法 封不封什么贸易本身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但如果打得成打赢了的话 英国就可以要求清廷开放贸易 而就算打输了也好 借机向英国国会再请兵出战 问题是当时的广州 有不少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国商人 例如癫地等等 就认为贸易中断会令自己的损失巨大 所以就开始责怪律努碑老妄行事 不动分寸 而律努碑见到自己的同胞都不支持自己 就心灰意冷地离开了广州 在9月就回到澳门 最后也是一个月后 就因为来到清国而幻想的药疾病逝 而律努碑一刮了 中断贸易的禁令也都立即取消了 而当时接任他的就是驻华商务副总监 也就是后来香港第二任港督大维斯着事 大维斯和律努碑走的方向是完全不同 他觉得清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应该保持现状 不支持用强硬手段去逼清廷和英国人做贸易 这件事虽然得到不少正当鸣商的支持 但以渣癫和马地神为首的鸣商就不同意了 他们纷纷在英皇威廉四世写了一封联储信 要求英国政府罢免大维斯 他们认为律努碑事件对大英帝国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侮辱 所以就要求政府要派兵打赤蜻蜓 说此之外也都逼他们开放门户 大维斯见商人耐势洶洶 自己都是搞不定他们 所以在做了80日之后 他就在1835年1月 宣布辞职回英格兰 而接任他的就是罗伯神着事 谁知这个罗伯神比大维斯更加无谓 他直接把官署搬回船道 令到广州的官员都很满意他的行为 所以广州的贸易在一段时间变回正常冲信 但结果英国商人也是不满意 最终做了不够两年 罗伯神又被人赶走了 最后由异律来接替他的寂寞 异律的行事作风 和前三任驻华商务总监都不同 他既无律努碑那种硬厂心态 亦无大维斯·罗伯神那种胆怯温存 因为他走进去中间路线 至少在保存到英国和清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之余 亦表示出大英帝国的魄力 不过 其实异律本人对鸦片贸易的看法很负面 他认为用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 所以他希望在清廷和英国之间 创造出一个对等而且公平的贸易关系 因此当他在澳门一上任之后 他甚至没有理会到英国政府的反对 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征 呈上了一份不恭不敬的品贴 因为他认为比之前的盧坤邓廷 邓廷征分人更容易妥协 所以他就觉得即使按清帝国规则办事都值得 而的而且确 邓廷征很快就承认了二律商务总监这个位置 也很快就给了他进广州 不过乐观的二律可能没想过的就是 邓廷征好像释出善意的态度 其实都没有改变到什么 就正如巴默尊当时不给二律写品贴的原因 就因为他知道这种外交礼仪实质就是公司制度 是不会令到两国政府的交往会变得更加平等 巴默尊的这个想法很准确 因为从邓廷征向杜光云帝的上咒就可以见到 邓廷征从来都没有认为二律和他是对等地位 所以即使二律曾经多次交涉 说想和邓廷征见面 青方始终拒绝和他回面 那当时邓廷征在忙什么呢 他在忙的就是一场决定了清帝国未来的讨论 鸦片贸易应所合法化 当时在清廷内部的讨论里面 有关鸦片贸易的讨论分为赤金和严金 赤金派以当时首席军机大臣木章欧 直帝总督旗线 和太常治少卿许乃济为首 他们主张鸦片进口应对照药材一样正正规关税 并只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交易 以免白银外流 另外他们有建议应该批准本土种植鸦片 而减轻对进口鸦片的需求 不过虽然他们对于老百姓吸食鸦片不太在意 但他们都是主张应该严禁官员、市人、兵丁吸食鸦片 而在鸦片最前线的邓廷征也支持持禁主张 不过他们的对手严禁派就认为 一旦持禁的话就会无法阻止民间吸食鸦片 所以就应该捉拿了所有与鸦片货易有关的人 依法情治 甚至有严禁派官员 例如洪怒智卿王雀芝就认为 要将所谓一年之内刑不戒烟者判以死刑 而为了杜绝鸦片这件事 即使死上千万人都在所不惜 大多数的官员都认为这些建议太严厉了 不过严禁派的主张 然得到一小部分人的支持 而其中一位 正在接下来要讲的这段历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任湖港总督林则徐 林则徐在那百多年来 被受中国爱国主义者赞助的咒说中 曾经说过 如果鸦片不如禁住的话 数十年后中国将无可遇敌之兵 且无可冲响之银 之后他具体地提出了六点方案 包括销毁烟窗烟具 在一定期限内改造烟文 情节本国鸦片相反和吸食者等 而他自己在湖港地区 就已经成功实施了这些方案 杜光皇帝对林则徐的延迟和成就印象深刻 所以在1838年12月底 他就颁布了阴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亦都受以林则徐阴差大臣一职 负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 折制水尸清查鸦片来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杜光皇帝其实有和林则徐讨论过军事行动 所以才会授权林则徐可以折制水尸 问题就是他们似乎都不理解 一旦有这些军事行动 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解 就等同于宣战 不过林则徐自己都明白 形势需要是可以动用武力 但如非必要 都是用道德力量来解决 你施覆阿尔会最好 所以在1839年1月8日 林则徐就从北京出发 在3月10日就抵达广州 林则徐一来到广州 就实现鸦片之害不正 缺不离穴 不过他也不是傻 他知道英国人是爱怡 就不可能用对待 华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希望尽可能避免和英国人起冲突 所以林则徐就先向华人开刀 不用两个月就已经捉了1600个 违反禁令的人 没收了42,741支烟枪 和28,845斤鸦片 也都严重了一些和鸦片商勾结的腐败官 而对付英国人方面 他就只用了没收来处理 在3月18日 林则徐则徐在广州的外国商人 在3日之内 就要呈缴所有的鸦片 而且也要立一份金结 发誓永远都不会再非法夹大鸦片 而林则徐也提出了 每一箱情缴的鸦片 将会换得5斤茶叶的奖励 但就没有提及过任何的金钱赔偿 因为他根本都没想过 鸦片物对英国政府来说 是一种很庞大的经济利益 3日之后 外国商人 就只像正式地交出了1036箱鸦片 当然见到这个数 林则徐就十分不满 他就捉了13行的其中两个行商 号称当时全球首富的 怡王行行主 浩冠五炳鸦 和广利行行主 茂冠盟 而也捉了五炳鸦的儿子 和卢文鸦的儿子 他捉航商的原因 就是为了把矛头 直至当时的英国商会会长 丹地 林则徐认为丹地是主导了 英国的鸦片进口和白银出口 所以他勒令丹地 要向广州支撫自首 如果不是的话 就堆了五炳鸦和卢文鸦 天地左右为难 他知道没有了行商 基本上他就不用再做生意了 但如果自己自首的话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出来 所以他就提出 除非林则徐可以保证他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出来 否则是不会去自首的 就是这样 在双方陷入了僵局的时候 蜻蜓清算英国人这个消息 最终就传到澳门 身权岸本的疑律 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立即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让他知道 就算目前这一刻不是战争也好 也会是战争的前奏 所以他在3月23日那时 就立即去到广州的英国商馆 和英商回合 而在24日 林则徐认为丹地迟迟都不肯自首 他就决定再次中团贸易 撤走华人买版和服役 并且带兵包围了英国商馆 当时有350个英国商人 困住在商馆里面 虽然他们的粮食充足 因为航商 汉语教杂和服役 都会经常偷偷地送食物给他们 但他们足足在商馆里面 被人远禁了六个星期 对于疑律来说 这个行为是对英国人生命 自由和财产的压迫 但对于林则徐来说 这是对待走私歹徒的名正典型 在当时林则徐放风说 每交出四分一鸦片 就可以换取逐步的放宽 首先就是买版、服役和厨师 即可回回商馆 然后就是来往于黄埔和澳门之间的山板 亦立即恢复行驶 再之后就是撤销对商馆的围困 而在交出所有鸦片后 就会恢复英国的贸易权利 在围困的日子里面 亦立突然间觉得 把鸦片交给林则徐 是可以缓解到贸易停顿 而鸦片的损失是可以由清帝国来承担 所以在1839年3月27日 他就以英国政府的名义 向英国商人发表了一份公告 命令所有英国商人 穿他们的鸦片交给他 再转叫给林则徐 二律这样做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想将鸦片的拥有权逆手 从商人的私人财产 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 这就令到英国政府 将会无可避免地牵涉在这场贸易风波里面 马地神为首的鸦片商人 对于二律这个决定十分欢迎 也都称赞二律提有政治家风范 对于他们深知 这个行为将会令清廷 需要直接面对英国政府 所以很快他们就将他们所拥有的鸦片 交给二律 二律本身向林则徐担保 会交出20306箱鸦片 谁知道去到5月18日 还交多了 交了21306箱 而林则徐看到英商 将那么诚实地交出鸦片 他也解除了所有的封锁 让英商可以自由地离开广州 林则徐收到那么多鸦片之后 本来其实他打算将他们运回北京 但想想运这么多东西都挺难搞 所以他就请示了杜光皇帝 决定在府门公开烧烟 而就是在广东国高级官员 和一些外商、领事、外国记者、 传教士等等的人面前 烧烟 不过林则徐没想过的就是 当时是没有任何一个英国人前来参观 明显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而他就只是觉得自己已经成功赢得了一场 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胜利 顺服了这些外怡 不过这些他口中的外怡 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拳国家 所以这班鬼佬一定不会那么容易罢休 也在同一时间 当被人在英国商会放出来之后 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在1839年5月24日就回到澳门 义律当时已经直接向英国政府表示 要对清廷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解决问题 而商人会联合呼吁国会要保护英国利益 并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 他们也派出了特别代表团前往伦敦表达这种观点 不过在未得到英国政府的回复之前 在澳门隔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就发生了一件凶案 也作一次挑起清廷和英国之间的矛盾 1839年7月7日 位于当时新安苑边随的一个叫做九龙的海边 有一条叫做尖沙咀的村庄 附近就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英国商船的水手想按饮酒喝到醉了 他们就和尖沙咀村的村民发生冲突 虽然就不知道谁先打谁 但结果就是英国水手 打死了一个叫做林维喜的村民 当时义律很快就去到出事的现场 他就托另一位村民 刘雅三赔回1500银元给死者的家属 希望藉此隐藏林维喜的死因 不过远在广州的林维喜 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而他觉得时有QK 所以就命新安苑之苑梁星园查办 结果真相大白 当时林维喜就立即要求 以后义律要交出兇手 说 杀人尚命 中外所同 仅然统一赔上死者家属 但他就拒绝将英国神民交给清廷处理 因为以兇手抵死是完全不合理 所以就决定自行审判兇手 这个位置其实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和西方国家法律意识的差异 以林维喜案为例 林维喜是在两班人冲突之中被打到重伤致死 究竟是谋杀还是误杀呢? 基本上以当时还是当代西方对法律的理解来说 这些情况都只会是误杀 问题是 与西方的法律概念不同的是 清廷的审讯中 基本上都是基于审讯者的主观益册 即是官说你是什么你就犯了什么罪 而在以往也不少例子证明了这件事 例如在1784年 有只商船的水手在放礼炮的时候 就不小心操作失误 炸死了旁边一个旁观的华人 这个虽然都可以说是水手做错事 但这些操作失误一向都罪不至死 不过这边商 清廷就说要杀人填命 结果有个炮手被人冻出去之后 就立即被清廷蒸发了 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就看到 在还人的概念里面 行为比起动机重要 所以才不会你有什么动机也好 要你杀了人 你就要填命 这样才可以恢复到世界的道德正义平衡 所以在经历了近百多年的相处之后 世人去到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已经不会冒谓言向清廷交人 除非本身这个犯已经受了本局的审判 是证据确作犯了谋杀罪 所以在乙律的理解里面 他也是觉得英国水手只不过是误杀 根本不需要什么杀人填命 所以他就决定用他的方法解决 不过 虽然乙律审讯了6名C1的犯人 判处了其中两人 在英国服3个月的辅役 并罚款15磅 也判了另外3个人 6个月的监禁和罚款25磅 但是这些水手在回到英国之后 其实是没有受到任何的情绪 因为乙律不是法官 所以政府判定乙律是无权审判这些水手 不过这件事林浙律眼中就不是这么简单 他认为乙律这个行为是一种不合作 而更甚的就是他觉得英国佬在澳门的话 就会在这些问题上继续作反 所以他就向澳门的葡萄牙当局 施加压力要求葡萄牙印要驱逐这些英国人 林浙律首先就是切断了对澳门的农产品供给 同时又向香山增派了2000名士兵 而葡国佬很快就屈服 一来葡国佬一向跟蜻蜓的关系都是不错的 二来葡国佬一向都不喜欢英国佬在澳门睹眼睹鼻 所以葡国佬很快就把英国佬赶出澳门 而当时英国佬无处可去 就唯有去了一个距离广州90英里远 方圆30英里的荒凉小岛附近落脚 二来去到九龙附近的时候 他们打算上岸找食物 谁知林浙律下了命令 所有人都不可以让英国佬上岸和接借他们 其间有些英国佬不理清廷的封锁 打算直入广州黄埔港 结果就在府门和清兵发生海战 其有几日也在九龙观冲海域 也有六次小战 而基本上去到这个位置 英国佬和清廷已经见拔老张 战事真是可以说是一触即法 1840年1月5日 杜光皇帝又命林浙律为两广总督 断权负责对英事务 当然林浙律当然是继续贯决他的和英国断绝往来政策 例如全面断绝英国贸易 严格执行经济封锁 跟着英国船只一切粮食和清水的接制 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港 并驱逐所有英国的船只 也严禁他国商人 私贷英商大运货物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面封杀英国佬在华的任何生存空间 另一边商 二络也一直在等待英国本土的指令 因为如果要和清廷反面的话 他需要明正面信的理由 和政府出兵的支援 不过在英国这场贸易风波 就掀起了社会和政府的一连串讨论 当时在英国国内的意见都不是那么一致 有很多英国人对清帝国国民表示同情 亦都希望鸦片贸易可以停止 亦都有人希望建立一个对国际麻醉品贸易的管制 同样地 亦都有人对英国外交官和商人受到侮辱而感到愤怒 而且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亦都令到不少英国人十分不满 社会有这样的声音 政党当然就会借这个机会起誓 当时英国国会是揮革党和托利党之争 前者作为执政党 党内已经一早有共识想打拆清国 问题是作为反对党的托利党 当然就有什么都反对 甚至在1840年1月 还试过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 虽然议案最后是以21票支差被否决 但从这个角度都会见到 揮革党的地位都不是那么稳定 所以在这件事上 揮革党为了争取支持 他们将这件事由战争和鸦片贸易的焦点 转移到对华政策的问题 和没有给予广州商务总监足够的权力和支持 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 所以在4月初经过3天的激变之后 托利党的反战议案在霞尔苑 最终以262票到271票被否决 巴默尊随即继续命令印度艦队增援 同时也命令了东方苑征军 出发去远东 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 二律唐雅哥 二律为海军统帅 二律为副统帅 出兵为英国人讨回公道和赔偿 这支远征军包含了配备540门火炮的16艘军 4艘精气战船 27艘运输船 1艘运兵船 4000名士兵 很明显对于英国来说 这队军都是来报仇 而他们同样希望要捍卫他们的通商权利 维护英国的国家荣誉 推出英国监督及神民的灵欲和蝕组 并保证他们未来的安全 4.各样一个或数个倒序 5.挥除垄断性的广州贸易制度 及还清航商的欠款 巴默尊还命令远征军要封锁中国的所有重要港口 而向清廷展示英国的力量 另外就是要要求获得军费赔偿 佔领周山直接赔款全部附清 要求中国政府在白河吸月答复 依律也受命于一下门 凌波又即是白河 唱一封巴默尊写的信咸 交给清廷官员 以便转程给清廷 不过在清廷眼中 打这场仗就是为了解决鸦片的问题 在英国东方远征军 露气匆匆地握船过来的时候 清廷这边又在做什么呢? 他们举国上下都在轻敌 林则徐在早一年上周 被杜光皇帝的咒词中说 根据他的观察 英国佬是不敢用欺负其他国家的方法 来对付我们的 我引用他的一段说法给大家看看吧 这一段说话是简单来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英国佬又肺又淹底又垃垃 根本不足为据 可能大家到这里都完全想不明白 为什么林则徐这么老顶 但试想一下之前 其实英国佬什么都遭清国 特别是在经历了虎门烧烟 和临围起丹夜之后 英国佬被人欺负到这样也不发围 林则徐自然会觉得 这帮佬无聊道 是无牙老虎 而林则徐预料英国人将会进攻广州 于是他就调了一只 约有60艘私船的水尸过来广州 而同时也买了200座羊炮 巩固了虎门炮台 并且用具形铁锁拦置了肛面 1840年6月 英国远征军直至来到广州海面 但临围起与林则徐医料不同的是 英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就只是封锁了口岸 然后就向北边的浙江进发 因为英国政府当时 同意律策划的就是在北方速箭速决 武强最快的速度 迫使满清政府早日屈服和探 不过这个行为在清廷眼中 就变成了淆底的行径 而去到7月2日 英军到达厦门 尝试将巴默砖交大陆的信咸 送去清廷的官员到 所以他们就派出了信使 扯着白旗地靠岸 当然想都不用想的就是 清兵根本不知道扯白旗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他就直接攻击那个信使 英军见到这样也都立即还拖 扎烂了很多炮台和军营 然后他们就继续北上 虽然那么多东西被人扎烂了 但当时钓任敏捷总督的邓廷禁 依然在上周杜光皇帝的时候 说清兵战胜了英国人 而去到7月4日 英军到达了舟山群岛 当时英国海军司令白密 向清兵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他们投降 但清兵拒绝 所以在7月5日的下周 英军就开始进攻 而他们就只用了9分钟 就完全摧毁了清兵的兵船和岸炮 并且登陆佔领周山群岛上面的定海 清兵的总兵将潮发中弹落水 双重不治 而在6日早上英军在攻 当初发现清兵已经逃跑了 巴默尊本身以为攻占周山 就会令到清庭震惊 然后立即投降和谈 但由于周山的陷落 和英国人的抛战有关 清庭还是不相信英军有登陆作战的能力 所以他们当时只当英国人的行为和海盗差不多 而不是潜在的征服者 不过这个幻想 很快就随着英军逐渐驶向北面而还灭 7月10日 英军在凌波又再到尝试送信 又是失败 所以他们又封锁了凌波 按照原定计划封锁了厦门 凌波、长江等还要出海口之后 继续向北行驶 8月9日 杜光皇帝终于从旗线的咒接得知 天津将会面临英军的冲击 所以他们就在想要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令到英国人撤退 因此杜光皇帝就破例地命令旗线去和英国人聊聊 也下令无论什么闻也好 如果有任何信咸就直接上程就可以了 所以当英军在8月29日抵达白河 准备要强行通过大姑炮台的时候 其线就派出了他的事节 收了巴默尊的封信 然后也邀请了英国佬上岸进行谈判 而其实在周山陷落和各大港口被封锁之后 很多官员都开始批评林则锁的强硬手段 才会导致英国人找上门 当时杜光对林则锁的信心也开始动摇 而去到英军直接打到近北京的白河时 杜光对林则锁的信心可以说是崩溃了 他就严厉斥责林则锁外面捉鸦片箱也捉不完 内部捉走私贩也捉不完 只是懂得在无是生非 问林则锁还有什么好说? 而当时林则锁还说 蜻蜓、租船、铸炮 顶多都是用上关税银的十分之一 就可以肃清疑患 不过杜光皇帝就只是回了林则锁一句一片胡言 这件事也显示出林则锁已经失去了圣宠 再加上杜光在看完巴默尊封信 巴默尊在信里基本上可以指着林则锁来吊 并且要求清国皇帝赔偿和申冤 而令到杜光皇帝以为 只要帮英国佬平反 就可以平息这件事 所以杜光才会派出旗线 来和英国佬对话 旗线就是醒目仔 他知道目前的问题 是皇帝对英国显示出来的实力感到焦虑 而自己作为直帝总督 负责京司的防备工作 有什么问题第一个上身的就是自己 不过问题就是当时清帝国的枪炮陈旧落后 大多数关灵的大炮 都还是在明朝那时传来的 相比起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船兼炮力的英国人来说 这场仗根本不用打就知道结果了 所以一开始 其善就已经不打算对英国佬有任何反抗 就直接想究竟用什么方法可以码住这帮鬼佬 让他们满心欢喜地走 而当听到杜光皇帝说巴默尊在信里写的内容 其善就知道这次这次林泽锤是什么硬 而只要将英国佬和清廷之间的矛盾 变成义律和林泽锤的一场官司 然后等独光皇帝来裁决 就可以完美地解决这场风波 所以其善就很有善地接待义律一行人 也很有善地跟义律说 我们的皇帝已经知道有什么事了 会派人清残这件事 所以英国的朋友 最好就是回到广州准备谈判 而当见到清廷释出善意 英军就在9月15日离开了白河回到广州 就是这样 其善不废一兵一桌 就打发了英国人走 受当独光皇帝大为赞赏 所以就委任了其善做阴差大臣 同时也切了林泽锤职 将他发破去新疆医泥 同一时间 医律因为患病 而在11月回到英国 医律就接替了他的位置 成为了英国对华首席全权代表 到12月 清廷和英国佬在广州正式开始谈判 医律一开波就开宗明以港道明 清廷最好就是及早接受英国人在信上写的全部条件 否则就只会继续打 其善其实很清楚英国佬的要求 基本上是全部都做不到 先不要说有没有先例 会不会违反祖宗之法 至少只说各样领土这件事 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能 其善就以义律说明清政府不会接受各样海岛这件事 所以义律就给了另一个offer 而加开厦门和定海作为通商口岸 他们就放弃各样海岛这个要求 其善本来想就这样决定 但朝廷不肯接受 杜光皇帝见到英军未完全撤出定海 就觉得英国佬包藏祸心 所以就决定调兵去广州增援 准备开拖 而其善当时的处境其实很尴尬 他知道他不可以答应 但又不可以轻易拒绝 所以就只能够在这里拖 拖了足足一个月 以来见他玩了一个月都没什么进展 又觉得蜻蜓在水渠 所以就决定打完再谈 所以在1841年1月7日 英军将虎门炮台的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 同时发起进攻 以南炮猛军炮台 结果在这场仗 清兵死伤700多个人 而英军就只有38人受伤 没有人死亡 而在陆上战事结束之陣 英国海军5艘军 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兵水尸发起进攻 打沉了11艘船 而在这一场仗之后 清兵士气大错 纷纷四散 然后英国军舰继续扫崗而上 将逼虎门第二重门户 横挡倒 同时伯墨也叫了战夫送了一份照会回去给清廷 跟他们说如果清廷想清楚想谈的话 英军就会停战 所以在没多久之后 伊律和其线又有了展开和谈 英兵就退出了虎门 当时其线心里面很清楚 当英军占领了大国和沙国炮台之后 他们就掌握着广州的门户 而这件事如果传到上去给皇帝知道的话 基本上就死定了 所以其线就在1月11日 跟伊律说他们可以停泊在香港附近的海域 而伊律在1月20日那时就跟其线说 可以归还沙国 然后就发表了一份至女皇陛下神文通行 算正他已经和其线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条款如下 1. 割让香港本岛和港口给英国君主 大清可以得到香港的关税 税率由于广州黄暴 2. 向英国赔偿600万元 分6年缴富 3. 两国之间实行平等的官方直接交往 4. 英军撤出沙国大国炮台 归还周山定海 5. 重海广州为通商口岸 而这份就是史称村被草药的乙和草药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 由于这份草药是义律单方面发表 蜻蜓及其代表其线其实都还未说OK 所以这份药其实都还未达成共识 不过义律就不管了 他就在1841年1月25日在水坑后登陆 正式占领英国人口中叫做香港的这个岛 问题就是在蜻蜓的理解来说 香港是指香港仔鸭利洲一带的这个位置 不是大的那个 那当然英国人一登了大的岛 就按照他们之前听过的水上人亚群讲的香港 就将大的这个岛命名为香港 但在义律登岛之后一天 杜光皇帝突然又向英国再度宣战 那为什么会这么突然呢 就是因为大国和沙国失守的消息 直之传到北京 而在几日之后 广东巡护仪梁 上午杜光 说英国人已经占据了香港 出公告称当地居民为英国子民 而且表示这个是其线和义律私下决定 有书面凭据 于是杜光皇帝就生气到非常 押职下指甲其善职抄他家 押他上北京治序 冰冰拿宜良处理两广总督一职 然后杜光皇帝也从内陆派兵增援广东 清廷换了人 而英国这一边也准备活人上场 因为英国政府同样对草药条款 十分不满意 一来就觉得义律叫价太低 钱赔得太少 根本不足以赔偿到之前被清廷烧的那堆鸦片的价值 二来就是觉得义律太早撤离定海 三来义律想要的香港主权各样都根本不完整 所以英国政府出了封信斥责义律 说义律不听他们的指示 拿到香港这个连屋都没有的荒岛有什么用呢? 而且人家根本都还没跟你签字说是你的 就立胡说自己拥有香港岛 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清帝国皇帝的签字 香港岛的主权就会不完整 就好像澳门被蒲国佬住那样 现在只不过是被英国人在那里住 所以在4月30日 英国政府就决定设义律职 然后就派了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布甸炸着事 来做新的香港行政官 诸华商务总监 以及英方全权代表 卖在布甸炸来之前 仍然率领英军的疑律 在2月就直击苦门要塞 然后占领了珠江沿岸的所有战略要点 包围了广州城 结果在航商和广州支府 结立了洋银600万元属城费之后 英军在5月31日撤退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杜光皇帝的侄子 正义将军 义山 上奏那时 都再跟杜光皇帝说 他们这一期频频打胜仗 1841年8月10日 布甸炸抵达澳门 而义律将回英国 这个变动就下启了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 布甸炸得到的指令就是要开广州 北上重新占领定海 然后再占领长江沿岸的一些要地 尽可能向北推进到白河而重开谈判 你在谈判中 应该要要求赔偿 扩转通商口岸 保证英国神民在清帝国境内的安全 以及要求清廷完全割让香港给英国 而这些条款应该写入一份正式的条约 由清帝国皇帝签字批准 然后送请英国女皇 因此 布甸炸在11日之后的8月21日 就直接带兵开清廷波 5日后占领厦门 10月1日攻陷定海 10月13日占据零波 然后布甸炸就得到来自印度的增援 英军的规模大了两倍 在那时 其实布甸炸已经问过清廷义不义和 不过就没有回音 但由于当时冬天气候严寒 不离于英军作战 所以布甸炸就决定先暂停进攻 他在1842年1月回回香港 然后将驻华商务总督的办事处 由澳门搬到香港 同时宣布香港和周山成为自由港 然后英军在1842年6月16日 占领了吴松 6月19日占领了上海 7月21日占领了镇江 由于镇江是京航大运河 和长江交汇处上的一个重要交通疏流 草混混的粮食 也是从镇江运上华北地区 所以当英军占领了镇江之后 清廷就开始摇底了 所以杜光皇帝在7月16日 墨与阴差大臣奇英 只要英国识战退兵 他就会同意割让香港 并增开通商口岸 因为杜光皇帝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都已经心里有数 英国佬和清廷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继续打下去都是徒劳无功 二来 满清政府都会觉得自己是不能够在汉人面前丢架 以免汉人稍后造反 就是这样 奇英就带了伊利布去南京 准备和英国佬谈判 而是经过在郑海子几轮的交涉之后 时间来到了1842年的8月29日 清廷代表阴差大臣奇英 伊利布 和大英代表布丁诈 在英军的高华丽号上 正式签订了南京条约 条约总共是13行 第一条 大清和大英停战 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友好的关系 两国互相保护对方的国民 在几方境内人生和财产的安全 第二条 清政府向英方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号通商 寻去英方在这五个成一 派驻领事、管事等官式外交代表 并寻去英商及其家眷居于上述口岸 第三条 清政府将永久各样香港岛与大英治理 第四至第七条 清政府向大英赔偿烟价600万元 公行商欠300万元 以及水陆军费1200万元 合共2100万元 并废除需经公行进行贸易的限制 清政府即时付款600万元 只有三年分别按每年600万元、500万元和400万元 赔清款项、每半年分期付款一次 第八至第九条 清政府释放在中国被囚的英国人 并赦免和英人有关或与英国市有关而被捉拿监禁的中国人 第十条 两国共同定立进出口关税 英商货物在其中一处通商口岸 按例纳税后即可由中国商人混遍中国各地 不得加重税 第十一条 中英两国民书平衡两国官员用智慧往来 第十二条 清政府附清首期600万元赔款后 英军设出江宁、镇江及镇海等处 等赔款全数附清及午口通商落实后 英军也会设出定海、周山岛及厦门古浪序 第十三条 条约加亚大清及大英两国君主批准并尽快换约 杜光皇帝在十月二十七日批准了这项条约 而维多利亚女皇也在十月二十八日批准了 历史长达两年三个月的中英战争 也只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在看完整个过程之后 大家难免会发现整个概念 和大家读中史的时候读的那些什么 爽权欲国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有很大的差异 甚至可以说之所以会得到爽权欲国的结果 只要是来自清廷的腐败 而不是英国佬天生邪魔外道 是喜欢祸害中国人的畜生 首先在爽权的角度来说 各样香港这一样东西的确令到清廷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 问题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想要香港的呢? 这个我们就要认知当时的外商是中国做贸易的背景 在18世纪未至19世纪中 香港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就好像巴默尊形容 香港就只不过是一个荒岛 而对于外商来说 广州和澳门其实更加重要 前者是贸易重地 后者是他们定居的居所 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说 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属于他们 他们做贸易就会很麻烦 一来就是当时外商是不能带家卷到广州做生意 所以商人就只能将他们的家卷安置在澳门 但澳门又是蒲国佬的地方 以当时英国佬的海拳实力来说 他想要回一个地方做居住的也是很正常的 那当然蜻蜓又没有这些认知了 他们以为所有白人都是一样 而当时二律看中了香港 其实只是因为他够近 不过就好像巴默尊一样说 杜光皇帝不签就怎么都过不了 而且在条约签订那一阵 徽革党政府下台 托利党取而代之 新上任的外交大臣阿巴甸分爵 其实在1841年尾 就已经向布甸集发布了身份令 撤回国地要求 问题就是为什么到最后都是割了呢? 就是因为蜻蜓突然之间又想安抚英国佬 卫免朝廷威严因为败将而受损 也免得你帮汉人造反 所以就变了割了都没什么所谓 而再加上布甸炸在1841年回香港避寒的时候 他见到香港的发展不错 所以就忽略了阿巴甸的份令 还在条约里加上去 结果南京条约 先由商务通商贸易条约 变成了要割地的条约 所以说到尾 香港之所以给了英国佬 与其说英国佬考取豪夺 倒不如是说蜻蜓为了维稳 各小小地都在所不惜 而从鸦片物来说 本身蜻蜓的对外贸易制度就是K型 而作为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大夫政权来说 商贸这件事本身就是下难事 所以在国家政策从古至今的规划上 都没有对外贸易任何的想法 自然没有可能解决走私的问题 而最奇怪的是 即使这一场仗 鸦片这件事是一个触法点也好 但就这样看条约 我们看到的是 基本上除了说要赔钱之外 蜻蜓和英国双方都对鸦片物 应该在未来是如何发展这件事 直至未提 特别在蜻蜓的角度 如果真是认为鸦片是和国殃云的话 那为什么这一场仗之后 鸦片的问题依然都未被解决呢? 今有名存失望 但又不迟今 结果搞到默认它可以存在 但又不正视这件事会导致什么经济问题 这件事就是导致后来 偷了差不多20年之后 又要在天津条约里面 先要被逼将鸦片改为洋约 返去鸦片物质合法化 结果 鸦片这件事都是要合法化 都是要做本土种植 即使后来光遂皇帝曾经想隔着英国玩禁烟 而英国也答应了 但在蜻蜓灭亡之后 鸦片的大规模生产又再出现 甚至在民国年间 有些地区可以将鸦片当成货币使用 那所以是鸦片还是国家无能 才会导致有人辱到你呢? 因此说到尾 从这件事上面看到的是 蜻蜓是当时 就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政权 而更加丧权欲国的事情就是 这场仗输成这样也好 蜻蜓甚至整个士大夫阶层 根本都没有认知到国家的落后 而英国人打这场仗是争取权益 根本没有动摇到满清政府的统治 那么蜻蜓自然可以马照跑 烟照吃 就好像历史学家蒋亭忽所说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清帝国 无论是军队、军备、政府、人民、士大夫、知识分子都好 都是中古的东西 而战事的失败根本就不是致命伤 真正的致命伤是失败了都不知为什么会失败 也不力图改革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的而且确 当时的中国人是要去到同志光水年间才认知到这个改革 但在日新月二的工业年代 差20年和以往差两世纪基本上没有分别 特别在思想上 而更丰致的就是 其实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参与者 他早就认知清帝国的军备是不会够那些鬼佬弃 而这个人就是林则徐 我想大家听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诧异 林则徐不是那个以为自己可以打得赢英国佬的傻佬吗 实际是林则徐其实是一个双面人 在主流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里面 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看的 而这种像掌庭斧所说 这个只不过是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 他是对抗外族的伟人 是民族英雄 可惜奸臣其善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 将他驱逐了 所以士大夫觉得中国的失败 不是因为不够打 而因为奸臣不过 然而事实上 真正的林则徐是很早知道什么事 他去到广东之后 他就尽可能尽速买外国火炮外国船 同时又叫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 他是很清楚外国人的能耐 所以在他被杜光革职之后 他就将他所有存下来的书稿 给了他的老友 一个叫艺园的人 三水清的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这个艺园后来就在1843年 写了一套叫做海国图字的书 其中一个口号就是 《思乙之场记以制宜》 而这个口号就是 20年之后仰慕运动的主要纲领 而这套海国图字 就是以林则徐留下的 翻译至英国地理学家 Hill Murray 在1834年写的地理百科传书的四周字 作为基础写出来的 林则徐本质上 和主府派的旗善和旗英一样 都是看清楚了中外强弱元素的情况 但明显地林则徐不想说 也都不敢说改革 而的确从历史发展来说 即使林则徐走出来说 他都无法只一个人 解决到当时社会思想落后的问题 从海国图字出的情况 就要看到这个问题了 本书一出的时候 去到艺园死的时候 有十几年 而这十几年里面 社会根本无人在乎有这本书 而更丰致的就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在中国东海对岸有一个叫日本的国家 在1853年也遭到黑船来袭 直接带来的冲击 下启了幕末时代明治维生的开端 但在1851年时 当时海国图字传代日本 虽然被幕府视为禁书 但由于这本书 对日本人有着极大的影响 所以在1854年 日本幕府直接推出官方议本 而深受当时日本人抢购 例如在江户时代日中秘画所记载 海国图字去到江户就升价百倍 成为急需的御用之书 反观中国这边 去到洋务运动时 才真正开始重视这本书 而是中间清廷已经外有 经历英法联军攻占北京 内有经历太平天国民变 清廷才懂得痛定思痛 所以真正丧权欲国的 不是打仗输了被人 而是经历了失败之后 思想还是这么落后 鸦片战争对于英国和大清带来的影响 当然不少 但事实上 这场战争影响得最多的 就是香港这个地方 从1841年开放开始 香港这个城市 就由清帝国边随的地方 变成了一个接受英国人管治的殖民地 在这一百几十年里 我们这个城市都身处在不同的大时代大事件里 问题是 在这些大时代大事件里 我们的视点 要么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罪事角度 要么就是殖民主罪事角度 但究竟在这个城市里 生活着的人的视点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似乎都是很模糊的 香港开放初期的历史 由开放到1898年这五十多年里 我们可能对这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很熟悉 可能会对大清签过多少条 丧权欲国的不平等条约以熟能长 万物条款万物赔偿的数字都说得出口 但就未必说得出在这五十年里 香港经历过多少任港督的管治 英籍政府做过什么政策 买过什么东西 更加说不出在这五十年里 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样 他们的故事又是怎样 中国历史的序事我们看得多 英籍历史的序事我们都可能会看过 但香港人视点的历史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或者大家看完这些 与香港有关的大时代大事件的时候 可以都想一想 我们香港人应该用一个什么的序事角度 去理解不同的事 今集讲ELSI就先说到这么多 今集都比较长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不过不知道大家在看完我这个鸦片战争的过程之后 有gap到什么呢?Muffin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米家,我们下次见吧!